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中西女厨学习 学习音乐 科学 阅读很多英文书报 还要学习如何作为称职的宴会女主人 大学毕业后 嫁给了清华毕业生吴玉香 福州林和学家的后代 图为郭婉颖和吴玉香的婚纱照 娇柔的眼神 光滑的额头 粉嫩的脸颊 白偶端的手臂 再配上精致的婚纱 郭婉颖美艳不可方物 夏梦是当时香港最漂亮的女演员 有上帝的杰作之美与 香港公认的西施 金庸贤生的梦中情人 她长得极为美丽 体态线条优美 举手头足间有一股婉约的韵味 陆小曼 中国近代女画家 她写的一首好文章 琴琦书画无衣不通 交际厂商的名愿 难怪徐志摩会对其倾心不疑 陆小曼擅长 戏剧 台湾昆曲 也能演皮黄 妥妥就是女神级别的存在 图为陆小曼手持折扇的唯美照 容貌亲力脱俗 气质婉约 张乐仪 文明九江庐山的建筑企业商人张牟之膝下的千金小姐 她自幼聪明伶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毕业于基督教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 毕业后回到庐山 参与张家企业管理 于1928年 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喜结两晚 图为宋子文和张乐仪的合约 蝴蝶原名胡瑞华 中国内地女演员 她以演技和美貌深得人心的电影演员 留在世间的影像 让她流芳百世 图为蝴蝶垂眸的唯美照 她像一只柔韧的卢尾一样活了下来 风雨中轻盈挺立 著 奇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